OK 看过我视频的朋友一定记得 我上周不是拿一条那个我十足鸟的那个防水滑水裤 然后拿去做那个保养嘛 我那个不是屁股那边有点漏水嘛 哇 没想到一个礼拜他就接到这个十足鸟的那个回音了 哇 他居然 给我要换一条免费的新的 OK 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说这个 我的这个pens 好像好像的确是在漏水 所以说他同意直接给我换一个新的 你看换了一个新的 换了一个哇 原价789的一条 全新的这个这个这个Alpha系列的 Alpha除夕这个十足鸟品牌的这个朋友都知道 Alpha系列是这个十足鸟最顶级的 也就是说防水滑水是最好的这个系列 然后我我买的是这个 Aterix的Leaf 也就是它的军用版 OK 然后哇 我说他问我说换一条裤子可不可以 我说当然可以 好开心啊 OK 今天就去拿一下这个裤子 OK 又来到这个Factory Store了 十足鸟的 你看楼上就是那个十足鸟的设计中心 OK 底下就是这个工厂店 OK 看看我这个裤子有没有到货 到货的话今天就爽了 就可以直接穿上了 OK 我们今天啊 这个在十足鸟一人搞了一条裤子 看过前两期视频的啊 就知道我这条裤子是是保修 保修了以后他这个免费给我替换的啊 一个礼拜就到货了非常非常好 非常非常方便 对哇实在是太赚了 买这条裤子是打折买的才一百多 一百多家园啊 然后他现在 他他这个给我这个保修保了一条 就是现在卖价七百 七百八十九的一条裤子 哇我觉得太赚了 我给大家开始拆一下风 这条裤子呢是这个也是这个 GOTEX GOTEX 说一说它是防水的 然后这也是我喜欢那个 你看吊带吊带型 然后呢大家能看见这个颜色非常低调 是因为它这个是属于这个GOTEX 这个十足鸟的LEAF系列 就是它的那个就是军用系列 然后我这条裤你看特别大 因为滑雪吧就是得穿大一点 然后这个是军用系列 但是我觉得它这条没有以前那条好看 我以前那条拉链啊它是黑色的 但是这条当然这个在野外的话 就是更不更不显眼一点 OK 大家再看一下哈 这个安佐今天也买了一条裤子 这个被我忽悠之下 他买的是也是这个 这个十足鸟的这个LEAF系列 不过它这条就比较酷一点啊 它这条是这个迷彩的 你看 是不是很帅啊 这个款式呢是跟我那天一模一样 然后也是这种吊带裤 然后也是GOTEX OK来看一下这条的价格 这条价格也是打过折的 然后原价是740的 然后现在卖449 其实还是挺滑色 其实还是有点贵哈 但为什么晚上这么贵啊 首先这个我觉得这个十足鸟 对它自己的产品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你看我这个裤子漏水了以后 它二话不说就给我换一条新的 像其他的公司要跟你扯的地方 说你这个裤子买多少年了 这个裤子你怎么用啊 是不是经常滑单板 经常往地上摩擦啊 是不是啊 才会自己肯定是自己弄坏的嘛 它那个一测试 它这个屁股的确漏水 二话不说 什么话都不说 就给你换新的了 所以说就是说 你买的其实也是买的它一个售后服务 对 你看像我 同样的 这个这个就是虽然是打折买的哈 而且买了已经超过 我觉得超过两年了 然后漏水以后 你看二话没说就给我换一条新的 所以说我觉得 你你花这个价钱 不光是买 不光是买这个裤子本身 也是买买一个放心的 今后你这裤子万一要是不漏水 或者是坏了 有你有非常好的这个后勤保障 给你换一条新的 所以说 所以说有的时候啊 咬咬牙买一条好的 一老有命 真的是一老有命 否则的话这个 你买老是买那种就是 不是特别好的话 他时不时给你坏一下就很麻烦 N座前一阵子刚刚从这个北极回来啊 看看他这个车 你这车有没有洗过啊 最近 后期 这个还是北极的盐啊 估计是 OK 他这个我看刚注意到了 他这个现在换了这个换了这个挡泥板了 对 你这个挡泥板一套不贵吧 这个八百刀 八百刀 八百刀啊 就一套 那还行啊 这个灯能量吗 不是能量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是要重新钻孔吧 就是装饰 装饰 不是 然后你看他这里面还装了一个 多装了一个这个挡泥板 不知道有没有用啊 对 你把之前塑料的挡泥板 原厂塑料的换成那个鱼盆金粉 哇 太亮了 轮胎也是轻换的 你看 在我的车跟其他小车 你看这个高度就差的很远了 然后他这个车就更 比我这个车更高了 大家您看一下 你看 他在这儿 我在这儿 所以说 玩越野啊 还是得就是玩极限越野 还是玩这个好 但是如果说开长途穿越的话 我这个会舒服一些 哇 你这个Swift好新啊 是原厂的吗 还是加过过的 重新 就是高级的 另外一种了 这些 这几个link 123 全是后换的 痰痪后换的 这半轴后换的 那个好不好 很一般 是5100是不是 对 5100 我也想换那种 他们说比Toyotec好的 是不是 还有King 什么的 没有 这个就是干筒的是最简单的一个结构 这个很便宜 100块钱一根 够用了 你这个前后桥都没有换过 是不是 前后桥没换 都是原厂 断了444的 已经还不错了 像李龙那种 算是极限的 我去 上次他们这个断过 我看看 就那个叫谁的 谁的 Eason 是不是 Eason 他断的不是这 他断的是这一块 那个传动轴 那个连接的 对 哇靠 那个怎么那么断的 他好像是开了前后锁 在那边往死里拧 就反正 哇塞 你这个架 装了一个保护罩 是不是 对 桥壳 有点用吗 不是装了一个保护罩 他原厂的壳装漏了 然后换了一个 那个新的小壳 你这个是 那你这个是真正实用为主了 其实还是实用为主好 因为 这个 其实其实越野啊 没没就是说 除非你是玩这种 特别特别野的那种东西 其实一般一般就是 稍微好一点的 就够用就好 哇 你这个车声音还很躁啊 这个是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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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改过尾喉吗 没有我就是把那个后面的消音 把消音切了就有这么好的效果 哦 就这样的效果 我也切一下吧 不过不过有点扰名哈 其实还好 对 其实还好 其实你这个你这个声音不是特别响的 但是你还是套了一个管是不是 对 嗯 就加了一个tip 可以 自己弄的吗 没有 找人弄的 这加一个得多少钱 切了一下 人工会 三四百吧 三四百 嗯 那还好 腰汗接的 哦 你排气的位置稍微动了一下 哦这样子 OK 拜拜 OK OK 这个恩座呢 他这个最近也在研究一下 怎么做媒体方面的 他想做一个这个 啊 主要是以这个文章啊 公众平台啊 这种方面 做一个这种小的媒体公司 对 所以说我们 我们这个两个 这个这个新的新手啊 也被菜鸟了 就是在这边讨论一下这个 媒体方面的事情 下一次 下一次我跟他再仔细聊一下 然后把这个录下了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啊 我认为的这个vlog 啊 做一个vlogger 会需要什么样的 啊 我认为的哈 就是需要怎么样的这个潜质 啊 到时候到时候跟大家探讨一下 OK